北县升格为新北市之后 原本系纸公所管理的几个公有停车场 近一两年都已经陆续移交给市政府了 其中建成路上的原城中停车场 则是在这个月初改为公办民营 交由民间业者来经营 结果没想到停车场管理员 前一天才接到工作地点调动的通知 调到瑞芳区其他的停车场工作 加上工作环境又不太好 所以15位管理员也向市议员周亚林陈琴 以下报道带您来了解 在系纸的公有停车场不少 有自新立体停车场 还有在行政中心地下一二楼的停车场 另外还有分布在建成路水源路 以及金融中厚市场底下的地下室 只是原本统统由公所管理升格之后 这两年则是移交给市政府 并且陆续改为公办民营 自新立体停车场 已经在102年10月1号已经开始委外 也就是所谓的公办民营 那桥栋停车场在前几天 也103年3月1号也已经委外出去 那再来恒科停车场还是公办公营 那个水源停车场现在也是算公办公营 可是它只有一个那个业注的部分 依照所属机关划分市场停车场由市场处管理 至于其他的则是交通局 现在公所管辖的只剩下行政大楼地下一二楼的停车场 只是除了自新立体停车场早就公办民营之外 其他的也陆续改变 像是建成路原本的城中公有停车场 现在也改为民营的桥东站 所以原本的管理员势必也会异动 除了恒科停车场 因为未处高速公路桥下还没有民营 可以保留四到五位的管理员之外 目前有十几位的管理员都得外调到其他区的停车场 只是异动前一天才告知 再加上工作环境不好 他们也找上了一员抓铃陈琴 最近有引发一些停车的一些管理员 停车场的管理员针对他们职务的一个紧急被异动 其实其中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职务异动是在前一天才被告知到 要到瑞芳那个地方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我相信这样子对任何一个工作者而言 确实是突如其来的告知工作的职场的异动 确实让他们为之震撼 大部分都是调到瑞芳的九号停车场 以及水南洞停车场 除了路途之外 九一九号停车场工作环境不好 管理工作上也和原本的有很大的不同 让调过去的管理员难以适应 针对这些原先在地工作的这些乡亲而言 确实在对他们的上下班的这样子过程当中 造成极度的不变 那呢再加上九号停车场 他这样子的一个停车规划 确实在没有很完善的 这样子的一个停车规划空间 也造成了他们现在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停车 做一管理过程当中有种种的不变 而在接获陈勤之后 议员周二林也在四号一大早打电话向交通局反映 因为目前公办公营停车场只剩下横坑 没有相关管理缘缺 所以也倾向是不是改善工作环境着手 交通局在两天之内会针对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九号停车场 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空间动线标示灯光不足的部分呢 会来加紧 那当然呢我们也要保障 我们之前的这些员雇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权 那我希望这两天呢 交通局局长跟我们的这些民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停车业者 尽数协调好之后 能够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雇员 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期间之内 得到最好的工作保障 公有停车场改民营 管理员调动 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工作权 交通局也云诺两天内回复 既然长慧玲细致采访报导